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有人反映的情况 我们正在聊天当中 这也要市场管理费是吧 江门 狂飘原来是在江门拍的 狂飘这个电视剧 我没看 中国电视剧电影 我一个都不看 是吧 我太太爱看 还有付费 从来电视没有付过费的 还得要想办 想办设法上付费 来看这个东西 我看了两眼 我实在是看不进去 我就是只记得里面 有一个演员 是个假脸 好像是 是打玻尿酸 打得太多了 人家上脸 哎呀 给人 给人怪异的一种感觉 哦 原来这样的人 也可以当演员的 就是面无表情的人 也可以当演员 玻尿酸 然后就演黑社会吧 演这个 他无腐败吧 我觉得大家 要关注一些的律师 他们写的一些个帖子 一些个东西 那些个帖子里的东西 不比你拍任何的艺术品 你们看到的东西 更魔幻嘛 呃 假如你喜欢魔幻 你喜欢猎奇 好奇 你看那个不就更 可能更重要的 就是知道大家都在看 我也得看 我得参与进去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感受 我都不了解我太太 其实啊 人和人其实很陌生的 就是是迷的 需要你走进去 需要你认真的观察这个事 然后你才可能破解一点点啊 我也不不看这个东西 我真的也不好 嗯 评论什么 我扫了几言那些个评论者 就是说现实版的狂飙 啊 和艺术的穿越啊 就是 就是来回 这个穿越可是我们要看到 这个是正讽反讽的 很难说 因为这里面的黑社会老大 就是个大妈拿着个足竿啊 挑 挑上去 你不想造相吗 我给盖上 我让你造 叫旧厂街啊 啊 然后今天新浪热搜榜啊 排了三个热搜上去 派搜索跟进了 市场 市场监管局跟进了 城管跟进了 嘿小丫的 你想你想冒头啊 我上面视频做了一个 就是 昨天出现了一个 妻子被割喉 丈夫被拘留十天 他就发视频哭诉 这家伙快放出来了 我可怎么办 然后这个 妇联就说 哎呀 你不懂法律程序的 很快就改成了 刑 由刑 证拘留 改为刑事拘留 今天又出现一期啊 泼泼 浙江呢 泼妻子的那个 啊 刘酸 啊 泼刘酸 啊 就是这个 啊 丈夫依然是被刑事 行政拘留十天 刑事呢 就是关几天就出来 刑事 是要 是要坐牢的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派出所 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城管就对着那个大妈而已 吧 就只要你弱 你还不乖 啊 以及用橡皮擦 把你擦干净 以此对应的是什么 对应的想法吗 强 加权威 就被捧着